美国职棒的消息 在美国职棒的一个春训 将会在台湾时间 2月23号 也就是明天星期五的凌晨 来正式登场 第一场春训的热身赛 就是由稻奇来队上教室 我们带你来看到 稻奇队今天 所有的队员都来拍摄了 开季前的一个定装照 画面上看到29岁的大鼓祥平 当然还有25岁的山本游身 今年这一头一打 都穿上了蓝色的 稻奇队的一个球衣 当然今天在全队 所谓的拍摄季前的一个定装照 全队都参与了 有的稻奇球员 看起来表情还蛮严肃的 不过看到了Mookie Bass 这个时候他做鬼脸 也让现场的气氛 轻松了不少 大鼓祥平 由于开刀的一个关系 今年没有办法 在2024年的赛季 来进行他的一个二刀流 不过以专职打者出赛 球团替他在春训热身赛当中 设定的目标 是要在开季之前 在热身赛完成至少50个打席 画面上看到今天在实战 打击练习 Live BP当中 大鼓祥平两个打席 没有安打 第一个打席他看了五颗球 选到了宝宋 第二个打席他打第一颗球 打出了内野滚地球 而在结束了实战的一个 打击练习之后 回到休息区 虽然没有翻译水源一评 但是也看到大鼓祥平 跟队友之间的沟通 完全不是问题 甚至是连西班牙话 也能来上两句 我们来听听总教练 所以我们会看 我们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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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